他们果断 坚定 日新 他们不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他们天性当中充满了知情 他们对于目标感无比的执着 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有我 才能够做到最好 他们认为没有不可以被搞定的 那这段时间希拉里和奥巴马 两个人正在为竞选美国总统打得不可拍招 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 希拉里在竞选参议员之前 那么当时他曾经跟科连顿 因为莱文斯基事件遭受到弹劾的时候 有一次在外之前 希拉里有一次去到加油站里面加油 曾经有一段对话 对希拉里的性格非常匹配 这个加油站的工作的小贩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红色 红色看到这个希拉里来了以后就说 哎呦 希拉里你真的很厉害 你看你运气多好啊 嫁我老公是美国总统 夫人妻贵 真的很羡慕你 希拉里二话不说 我眼睛瞪过去跟他扔了一句话 我告诉你 如果我嫁给你的话 你也是美国总统 对于大多数典型的黄色性格来讲 他们的内心深处极其坚定 极其自信 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OK的 都是对的 他可以影响和改造和改动整个的世界 所以对于大多数的政治家来讲 你会发现黄色性格 他们表现的非常多 那么在上一个章节也就是在第三盘和第二盘当中 我们重点已经阐述了蓝色性格和红色性格 这两种性格的差别 在结尾的时候我曾经跟各位朋友汇报过 我说蓝色性格最重要的特点和红色性格 他们都是属于感性比较丰富 但是整体上他们的情感的波动的这种趋向和曲线 有很大的差别 然而黄色跟绿色这两个颜色 与前面的两种颜色最本质的差别是 在天性当中 他们很少很少受到情感的波动和影响 那么好 当我们首先来关注和了解黄色性格的时候 我们首先关注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要意是 当黄色性格在做事情的时候 黄色性格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 很多朋友通过白猫黑猫和抓老鼠的这个事情 已经知道 点心的黄颜色性格非常看重的是目标 这一点没有错 当点心的黄颜色性格非常看重目标的时候 如果我定下来一个目标 要么不做要做 我就一定要达成 那你是否知道 当黄颜色性格定下来目标在做的过程当中 旁边有人跟他说 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从来没有人能够做成过 怎么可能 算了吧 你还是放弃吧 当其他人开始打击他的时候 你知道点心的黄色的本能反应是什么 大多数点心的黄色 他的本能反应是 你越说我做不到 我又要做到 就可以看 对于大多数点心的黄颜色性格来讲 在四种颜色的logo当中 你很明显的发现 他占的位置会远远的超过其他三种颜色 在这个设计当中 我们图写的意思是 黄颜色性格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我搞不定的问题 如果你越不让他做 他很有可能会越要去做 因此黄颜色性格 最大的特点是以目标跟结果为导向 不把目标 是不罢休 而且越到挫折以后 受到的挫折越大 他内心深处的反弹力可能越大 在一家企业里面 我们现在发现 有两个人 一个人是红色 一个人是黄色 这两个人都给他们定了销售的目标 也就是这个月 必须要完成一百万 有意思的事情是 这两个人共同都提前了五天完成的目标 当这两位朋友提前五天完成目标了以后 你知道这两个人出现的很本质上的差别吗 我们后来发现 红颜色性格 如果提前五天完成了目标 非常幸福和亢奋 好吧 那我接下来就去玩吧 反正下个月有了活以后继续再干 因为红颜色性格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面快乐很重要 但是大多数典型的黄颜色性格 当他达成目标以后 你知道他顺踪会非常的快乐 但是他开心的时间极为短暂 接下来 他马上会告诉自己说 说不定 我可以做的 对 更加的多 对于大多数典型的黄色来讲 在这个世界上面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必须不断的去追求更大的成功 取得更大的目标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 黄色性格 他的座物名是 work hard work harder 努力工作 为的是更加努力的工作 但是有意思的事情是 红色性格认为 神经病啊 做得那么累 让自己累得那么辛苦干嘛 人生的座物名是 work hard play harder 努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欢快的去享受生命 因此在四个颜色里面通过刚才的这个事情 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 本性的黄颜色的性格 他们可能对于目标的执着和目标的追求远远超红于你的想象 在2004 2005年 温西市的市民组织部跟我们曾经有过合作 我曾经给温西市的一群民营企业家做过培训 在给这200多名民营企业家做过几次培训以后 让我非常惊奇的发现 居然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群体当中 有一些性格上的倾向性 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温西市让我问到你说 在四种性格里面 以自我创业的角度上来讲 最容易创业成功 或者在民营企业家的这个群体当中 最大的一个群体 红 蓝 黄 绿 分别最有可能多的是什么 相对来讲最少的可能会是什么 我想很多朋友都可以回答出来 黄色最多 而绿色可能最少 这一点并没有很大的疑惑 但是关于红色和蓝色 每两个颜色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疑惑 我现在今天直接给你答案 答案是 因为当时我的数据的标板比较少 所以我现在只能给你大概的数据是 我发现给红色和蓝色的比例 相差的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两者当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差别 这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就是 虽然红色跟蓝色是两个群体 在自我创业者的群体当中 比例相差不大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我发现在这个群体当中 蓝色成功的比例 与蓝色成功的比例 与蓝色成功的比例 相对来讲比例会更加高一些 而这个当中最重要的根源 是在上一章节当中 我和各位阐述过的 因为蓝色性格的人是乌龟型的人 就算我搭在这个跑道上面 我也不会离开 而蓝色的蓝色很有可能 它的目标转移 因此会错失掉非常多的机会 我们现在画灰正题 人就回到关于黄色的问题 为什么在这个群体当中 黄颜色的性格最容易成为 在自我创业的群体当中 最多的人群 而这个问题 可以跟另外的问题延伸在一起 以孙孟斯的百负排行榜来讲 以财富周刊的百负排行榜来讲 在全球以至于成功果 所有的以财富为衡量 此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我可以今天非常肯定的给各位一个定论 那就是在四种性格当中 一定是黄颜色性格 占据的比例是最多的 那么为什么黄颜色性格 容易在这个群体当中取得成功 当中的核心根源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 我需要通过来分析黄颜色性格 在这个群体当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他们独特的一些性格 他们的特点 造成他们在这个群体当中容易成功 同时跟各位来分析 关于黄色性格 谷子里面最重要的性格深处 OK 那我们先开始吧 一年我们首先要来讨论 很多朋友知道 黄色性格的人 它的目标感非常强 但是如果你告诉我目标感非常强 我认为这个观点并不重要 因为点睛的蓝颜色性格的人 虽然他做事情的速度不一定够快 但是他的目标感也同样非常强 所以你认为目标感强是主要的原因 并不因为如此 更重要的原因是 你必须要来探究 在这个世界上面 对于不同性格的人做事情当中 什么事情对他们更加重要 注意来看 对于大多数典型的黄颜色性格来讲 在他的一生当中 对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现在需要达到我的目标 当他达成目标以后 不需要你的推动 他会自己给他自己设定更大的一个目标 因此黄颜色性格在他的内心最深处 他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我必须把他做大 不断的做大 继续做大 再要做大 做到我们最大 其他人 你们通通都去死 对于大多数黄颜色性格来讲 黄色不需要训练 他认为在人生当中 我要不停的给自己指定目标 他的欲望以及他的目标 是没有任何的局限的 这一点 与绿色性格在天性当中 乐天之命 与世无争 无语无求 形成了极为生命的对比 这就是黄颜色的性格 当他在做企业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跟红色性格开玩笑 你赚钱是为了更好的开心 而黄颜色性格赚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你怎么能够跟他相比呢 所以第一点 黄颜色的性格在天性当中 他的欲望非常的强大 因此在四种颜色里面 黄色性格是不需要训练 就最有可能成为工作狂的人 那么这一点对于黄色性格来讲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旦黄色性格发挥过当 黄色性格即将面临着强大的挑战是 一在所有的人群当中 最容易过劳死的人群 排名第一的一定是黄色 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企业家 是温州人 企业和事业作为非常大 在早几年曾经去世的时候 在房间和在企业界里面 形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些波动和影响 那很多人认为是他身体过度的劳累 而事实造成的情况是什么 事实当中的情况是 在当时他查出来身体有问题 呼吸其道有问题 医生告诉他说 你只要努力的修养 身体可以慢慢恢复的 但是在当年他所有的项目当中 他其他所有的项目全部都亏本 唯一只有在上海的一个房地产的项目 能够赚钱 在四十几楼的顶楼会所在装修的时候 这位朋友亲自到会所里面去视察 因为他心理心为很不放心 但最后出来了以后 呼吸其道里面这个粉尘呼吸进去以后 不到两个小时就代别人事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我要告诉你的 第二个人可能会更加有名 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个艺术家 这个艺术家是以画画而著称的 那么这名艺术家在早年曾经去世的时候 当时发生的情况 刚好有趣的事情是给他看病的这个主内医师 刚好是我们性格色彩的一个学员 最终的医生当时反映的准确情况是 在当时在医院里面治疗的时候 医生曾经有给他提出一个建议 说你现在必须马上要做移植手术 如果再晚一些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生命上的危险 但是当时我们这位朋友说 说不行 我现在工作很忙不能做 而医生再次跟他提出严厉要求的时候 他跟医生说 他跟医生真的很对不起 我现在有一个巨主 就在宁波凤化的山上面 我现在每晚一天都在医院里面 你知道吗 我会有25万块钱的损失 我估计我这个戏 大概最多用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可以杀青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你看可不可以先放我回去 我回去以后把这个戏拍回来 回头再来换 你不要说换肝 你就是换我的头 也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们这位著名的艺术家 跟实验家当时跟这个医生说的话 然后医生跟他说 你最好自己考虑清楚 一月二天早上 这位朋友 医生在查房的时候 发现已经人间蒸发了 他把所有的这个针管全部拔掉 自己一个人跑到凤化的山上 在三十多天以后 他再次被送回来的时候 已经发现到生命的存在时刻 最后在临终之前 他查出来的大便是黑色的 并且里面是带血的 已经罚天无数了 对于大多数的黄颜色性格来讲 他们认为自己足够强大 他们可以克服这个世界上 的一切问题跟障碍 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不断的追求 只有不断的定义目标 人生才能够更加的有价值 然而当他们在追求和奋进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工作狂很有可能导致 他们的压力过大 而他们的过老死 是在四种人群当中最明显的 这是黄颜色性格一旦优势发挥过当了以后 带来的一些负面的问题 那我们重新回来 除了黄颜色性格 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他给自己会设定很强大的目标 并且不断的推动自己前进以外 典型的黄颜色性格 所以比其他性格可能会表现得更加强烈的 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黄颜色性格的行动力 你不可以低估 什么叫做黄颜色性格的行动力 在关于行动力的问题上 在前面打枪的案例当中 我已经重点跟各位阐述了 黄颜色性格的速度可能会比较快 都是你们考虑过 先给你们两个人 这两个人 一个是蓝色 一个是黄色 两个人都是北大毕业的 北大都是学的法律专业 在北大的法律专业 毕业毕业了以后 点心的蓝色和点心的黄色 开始找工作 但是工作很不好找 现在这些市场非常困难 于是这两个人找了半天以后 发现有一个产业可以赚到钱 什么产业呢 就是去讲普拉 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决定 是否该做的时候 最终发现点心的蓝色 并没有去做 而点心的黄色去做了 有趣的事情是当你去采访 为什么蓝颜色的人 并没有去做的时候 原因是 你们大多数点心的蓝色 非常的敏感 纷纷的细腻 他们很在乎别人 对他们的评价 他心里在想 想我一个堂堂 毁大毕业的硕士生 如果我去捡普拉的话 其他人会怎么样子来说我 我过去读了这么多年书 不是通通都白读了吗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黄色来讲 做什么东西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事情是 做这个事情 能够不能够成功 能够赚到钱吗 如果做这个事情 可以让我达到成功 等我赚到钱以后 我可以请一百个 抽北大毕业的法律系的博士 硕士算个屁 对于大多数的黄色性格来讲 目标跟结果最重要 当中做的过程不重要 叫做生者为王 败者为寇 英雄不分出处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典型的黄色性格 他们并不害怕外界 对他们有的一些批判和评价 而典型的蓝颜色性格 他们会非常在乎外界的一些批判 和一些外界的一些评价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在中国历史上面 曾经发生了很多 人事的变迁 以及一些政治发展的变化 产生的一些变化类的事情 比方说 在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在访问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在这个非常的历史时期里面 那些老一辈的曾经被迫害 但是因为最后 没有办法来抗中自杀而死的人群当中 我们发现蓝色的人群非常非常多 比方说毛泽东的第一个秘书 从田家英 富雷 上官云珠 到人国团 你会发现在这群人群当中 他们蓝色性格的比例会非常多 那很多人会讲 你凭什么说他们一定是蓝色的 我举一个例子想给你听 让你来了解这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的心态 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个学员 这个学员的父亲 在早年是我们国家在闹革命的这群老干部当中 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个群体 在早年曾经遭受到这个批斗的时候 后来有人在问他说 当时你遭到这么大的打击的时候 为什么你当时没有妥协 他的回答方法非常简单 他说 我当时不管遭到多苦多累 我知道有一天 我一定会来翻盘的 我一定要看到这些人 他们倒台的那一天 对于大多数黄颜色性格来讲 很简单 你现在告诉他说 你必须从我的裤装下面来钻过去 而这个时候你的力量远远强大于黄色 大多数的黄色性格 他们很有可能会钻过去 而大多数的蓝色性格 打死他都可能不会钻 由于很简单 因为蓝色性格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面 如果我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的自尊到底往什么地方割 我的面子跟尊严到底往什么地方放 是可杀不可辱 因此不屈 因此蓝色性格的人发明出来一个词 叫做是可杀不可辱 绝不妥协 而对于大多数典型的黄色性格来讲 他们认为是可杀不可辱 是非常愚蠢的一种做法 一个人都不在了 你何必东山 哪里来得东山再起 所以对于大多数的黄色性格来讲 老子他娘的钻就钻 现在我钻你一个裤裆 老子将来让你钻我十个裤裆 因为黄色性格认为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对于黄色性格来讲 目标只要我看中是准确的 在做的过程当中 无论多大痛苦我一定可以忍受 而对于蓝色性格来讲 目标很重要 但是他的尊严很重要 因此他很照顾别人的评价 所以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黄色性格经常开一个玩笑 我把他开的玩笑称为 黄色性格的人是四种性格里面 我认为是脸皮最厚的人 而我的脸皮厚并不是一个点义词 最主要想跟各位表达的意思是 在抗击外在的打击 批判和抵抗力上面 无疑 黄色性格是最为强大 最为强壮 以及最为坚定的 而这种性格 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势必会延伸出来第三个特点 那就是在第三个特点里面 典型的黄颜色性格 在面临到打击和挫折的时候 他的反应模式跟他人不同 当典型的黄色 面临到打击挫折的时候 他可能会一下子跌落到低谷 但是大多数的黄色 停留在低谷当中的时间 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短 他会马上告诉自己说 我现在哭是没有用的 站起来再说 很有意思 你手中的钱总共只有100万 从来不炒股票 然后你进去炒了 结果一下子运气不好 买了两个烂股票 100万块钱 一下子可能只剩下了10万块钱 对于大多数的绿色性格来讲 亏都亏了那怎么办 那我也没有办法 他说的事情很难过 但是他很容易自我安慰 但是对于大多数红色性格来讲 可能会哭天喊地 怎么这么倒霉 而大多数蓝色性格来讲 在他埋怨自己 做出这么愚蠢的选择的时候 典型的黄色性格 可能能哭的时间都没有 他会告诉自己说 我手中还有10万块钱 我还可以翻盘 而这种性格的典型代表人物 我把它称为谁呢 在生活的企业家当中有很多 最明显的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史玉珠 史玉珠在当年做中海的巨人大厦的时候 因为他的黄色 急功近利 他可能追求的目标和欲望比较多 急步路同时在走 结果一下子全盘考虑没有考虑好 结果导致他做事情行动太过于冲动 因为巨人大厦 一下子跌落到整个事业的低谷 但是史玉珠厉害的地方是 在面临巨大的挫折跟打击 其他人打他骂他嘲笑他的时候 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定可以翻盘 后来他就爬了出风 后来他因为做脑黄金和脑白金 开始一下子起家 到现在为止做网游征途 做得相当的不错 因此堪称黄色性格在面临挫折跟打击状态下 能够越挫越勇的一个典范 所以在前面的三点当中 我想跟各位朋友已经描述了 黄色性格之所以能够成功 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他的目标跟欲望 他是无止性的 不断地会要求自己做大 第二个他的抵抗压力的能力 第二个他在抗打击方面 抗别人批判方面的能力 可能会变得非常非常强大 而第三个他本人在抵抗挫折方面 在压力前面会越挫越勇 当然第二点和第三点 我们统一可以规定成了一点 那就是黄色性格他的抗压力非常非常的强大 关于黄色性格的行动力迅速的问题 从一件事情当中 你就可以发现出来 今天晚上 我们当中你们在搞聚会 在聚会里面搞到非常开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大家正在非常欢快的时候 突然之间 停电了 第二点停 黄色性格突然传出 一轮尖叫 你认为这是谁叫的 当然 我像很多朋友都会意识到 发出这种尖叫声音的 无一例外 很多都是红色 那是因为 很多人会说 因为红色性格的人胆小 各位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那是因为 典型的红色性格 他的天性当中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他会认为 太好了太好了 终于天下大浪了 红色性格是非常喜欢搞笑和开玩笑的人 当红颜色性格在那里叫的时候 绿颜色性格的人在安慰他 不要着急 没有关系 他们都可以出得去 他们出得去 我们也一定可以出得去 他们出不去 反正大家在一起好了 正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跳换筋子 各位安静 不要骂 有打火筋的朋友 不要骂 有打火筋的朋友 麻烦请把打火筋拿出来 好 然后他号刷大家 嘚嘚嘚嘚嘚的 把打火筋钉起来 鱼灌而出 做出这个行为的是谁呢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是他这种点心的黄色 在那一期的关头 黄色性格的行动力迅速地发挥出来 来指挥大家的前进 来解决问题 那么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会不会是蓝色性格呢 有趣的事情是 蜜型的蓝色性格在做出这个行为的时候 通常他们有可能想做 但是他们并不会去做 原因是 当蜜型的蓝色性格在做的时候 他首先第一个在想的问题是 如果现在灯全都黑了 我跳上去 跳上去以后 那我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万一我说了以后 人家都不肯听怎么办 现在又没有变 我说话的声音到底能够不能够听得见 万一我指挥别人 别人会认为我在出风头 有其他人指挥的比我好怎么办 当黄颜色性格已经跳上去的时候 典型的蓝颜色性格还在那里考虑 是否应该跳上去 所以我一直在想 历代 无论中外 开国造反皇帝当君王的 绝大多数是黄色性格 还有绝大多数狗同军师高级参谋 通常是典型的蓝色的人 对于大多数的黄颜色性格来讲 你会发现在一路历史过来 从唐宋元明星最早开始 秦始皇典型的黄色 刘邦典型的黄色 慢慢的 唐朝的 不是黄色但是李世民是典型的黄色 赵典型是黄色 忽必烈是黄色 陈锦思汗是黄色 朱元璋是黄色 甚至包括努尔哈士是黄色 一路过来甚至包括林世凯 都是典型的黄色性格 而当我们的高主席在跟蒋介石 在这个解放战中的时期 最终毛泽东黄颜色的性格 他在长期的斗争当中 因为他的果断 因为他的坚定 因为他的自信 最终能领导人民取得了新中国的胜利 所以立法军方 你去看来 在所有的这个领导者和管理者当中 在地方说以国外的小 我们来看普京 现在普京是因为刚刚在交接政权的时候 但普京是一个内心深处非常坚定的人 在德林斯基事件的人质事件当中 以及在车程战争当中 在早期普京刚刚上台就任的时候 曾经遭受到的民众巨大的压力 那是普京认为 绝不让恐怖分子妥协 而布什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他做事情往往指出的目标 和达成目标的有效果断 但是布什很少考虑他人的感受 虽然现在在外界媒体的评价当中 人们普遍认为 布什是历届美国总统当中 据说是最笨的一个总统 但是我们仍旧不能够规避一个事实 那就是布什在天性当中是极为坚定 他也是黄色性格非常多的人 在所有的政治人物当中 你会发现黄色性格变得非常多 那是因为黄颜色的性格 在处理很多情感的问题上的时候 他们表现得尤为的镇定和坚定 黄色性格的目标非常强 而目标强导致的问题是 他为了不停的追求目标 意望很强 龟作狂 容易过老死 典型的黄颜色性格的人不服输 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对的 因此当黄颜色性格这个特点发挥过当的时候 有可能会引发另外的问题 远远远的时候知道是错的事情 可能还会朝错的地方继续走下去 我们曾经有一个学员 是典型的大黄色 而他的女儿也是黄色性格非常非常重的人 当女儿在大学毕业之前 曾经找了一个男朋友 而这个黄色性格的母亲 因为你知道黄色性格的特点是因为自信 但自信带来的问题就是非常的武断 他认为只有他说的才是对的 于是他说 我告诉你 你必须要跟这个人分手 你绝不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老妈吃的严饼 你吃的饭都多 不以后你会后悔的 所以女儿说了一句 妈 我自己谈的东西我很清楚 用不着你来管 这个黄色性格的女儿认为 我已经长大了 你越要管我 你越说我不能谈 我越要谈谈给你看 结果老妈越骂 她的抵抗力越强 谈了两个月以后 她突然发现 她老妈讲的话全是对的 这个男孩根本不适合她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她继续跟这个男孩谈下去 那到三个月以后 就跟这个男的结婚了 别人你知道原因吗 讲出来真是好笑 他结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必须通过结婚这个事情来证明 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我已经长大了 我根本不失望你这样子来管我 对于大多数黄色性格的来讲 他认为他是对的 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而坚持到底 即使让他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他认为在所不惜 因为黄色性格认为 维护他的权威性 维护他的正确性是对的 所以当黄色性格发挥过当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的问题是 他认为只有他才是对的 别人一切都是错的 我们在黑白字当中 已经知道了黄颜色性格的人 做错的事情是不拘认的 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啼笑截飞的事情 我的一个同事 是一个绿色性格的老师 脾气超级的好 有一天跟他老婆一起出去赶时间 结果他老婆刚刚学会开车 说车我来开 今天我们赶时间 我来开吧 不行 我一定会开 他黄色的老婆一把把这个车抢过去开 一边再开车 一边速度很快 于是这个绿色的旁边很紧张 他说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到了天山路那个口子呢 我们一定要下了 否则的话呢 这个地面太堵 我们大概要兜 一个小时也兜不到 他老婆说知道 继续再不停地开 一边再不停地开 这个绿色都很紧张 说 我真的告诉你 要稍微慢点 天山路的小型 知道了 快那么多干什么 以及这个黄色的声音嗓门 一大 绿色下的不敢说话 黄色就开 越开越开 越开越开 越开 开过天山路了 这个时候那个绿色在那边 对 已经开过了 啊 太过了 那你刚才怎么不早说的了 嘿呀 当场一顿 他爆骂一顿 绿色又妈心里在想 真的好倒霉 也不说话 很郁闷地 拿出来一张盘再放 这个盘呢 是以前奥斯卡的一首歌曲 这个歌曲很搞笑 歌曲的名字呢 是那个人鬼情味了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 发了这个血曲 那黄色性格的人 知道自己错了 又不用认错 不好意思 于是就说 嗯 歌曲还有点品类 生死情味了 不错 这个绿色的一听 哎 好像是人鬼情味了 不是生死情味了 哎 你有没有文化 人鬼就是生 鬼就是死 生死情味了 跟人鬼情味了 有什么不一样 懂吗 不懂的 继续再开 这个绿色的被臭骂一对以后 无比郁闷 但有趣的事情 就是绿色的脾气非常好 他又不跟你计较 如果你试试看 换了另外一个黄色红色蓝色 那就一定会发生起来 世界大战 只要对大多数黄色性格来讲 他们死不认错 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黄色性格 不讲道理 跟他们的沟通 非常非常吃力 但是在所有黄色性格问题当中 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因为黄色性格有一个优点 他的优点 就是他在脸皮厚 而脸皮厚带来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抗掉很多的 不必要的很多的责难 在别人批判他的时候 他内心没够坚定 他的抗压能力非常强 然而最大的麻烦是 当黄颜色性格 他们本身体格压力能力 非常强大的时候 他们本身认为 达成目标最重要 过程和结果不重要 而当他跟他人 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 他会很少能够 关注到他人的感受 他认为只有目标 跟结果很重要 这就使得 当他人 在跟黄色性格相处的时候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累 我典型的黄色性格 做事情的速度 非常的直接 他们的高效率 他们的领导力非常强 危难当中 准备而处 但就要把各政策 因为美国的优质 他心里会付出一些 非常惨重的优质 当然 对于美国的优质来讲 当你的优质发生 会很重要